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密歇根州的一个教会 一位刚从非洲回来修甲的宣教士 在他分享他的生活和见证 他提到在宣道的小医院工作室 每两周他要骑着脚踏车 经过一片树林到小城里去取信件 由于这路途比较遥远 每次他必须在树林中搭帐篷住一夜 第二天才能到达 有一次他到银行取钱 又到邮局收取了医疗的用品 看见两个人在打架 其中一个人受了伤 他就上前去帮助把他的伤残裹起来 并且他也向他传福音 之后这个宣教士就回去了 经过两天例行的旅行公事 他又平安地到达家中 两周之后 他又骑脚踏车去城里 在街上他遇见前次他帮助残果伤口的那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对他说 他说先生啊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你身上带着棋 就跟着你后头进到树林里去 他们准备趁你睡着之后 杀了你并且抢去你的钱和药 但是他们正要靠近你帐篷的时候 发现有一大群人守护在你的旁边 他们说差不多有16个人之多 所以他们就赶紧溜走 宣教士听了之后笑了一笑 怎么可能有16个人呢 他明明是一个人而已 他只当那个年轻人在吹嘘而已 他在分享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 主要是说明神给他机会向人传福音 并且他也勉励大家要抓住机会 正当他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 会议众当中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 对不起 请容我插个嘴 你说的日子是不是两个月前的某一个周六 那宣教士算了一下 就是那个晚上 那弟兄就接着说 他说那一天的早上 本来我是要去打告福求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突然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里面 觉得需要为你祷告 这个意念非常的强烈 就改变了我原来的计划 所以我请了我们弟兄会的人 都来教堂为你祷告 现在我想请那天来祷告的弟兄们 都站起来 当宣教士看见那些弟兄们时 他心中大为震撼 因为他们一共是十六个人 不多不少 祷告是超越时空的 能够改变不能改变的事 因为祷告是与神同工 为要成就神的美意 祷告能够带下天上的祝福 也能够震动地狱的门 如果我们有感动 要为某个人祷告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与神同工的机会 就开始迫切地祷告吧 神一定会借着我们的祷告 行奇妙的事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